Sony Xperia 1 对于Sony自己来说是很新鲜的尝试 它不单集合了Sony不同范畴的专业技术 还引入了市场上比较少见的21比9 电影比例的4K屏幕 不过还有一些位置令你觉得Sony未出尽全力 到底今年的Label Xperia 1 II 又有没有将Sony各方面的技术发挥到极致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Label Xperia 1 II 在那部机前我们先提出一下它的名字 因为在Sony官网看到它的机名是这样写的 但它不是读Xperia 1 II Sony坚持它读Xperia 1 II 因为Sony想大家听到它的机名的时候 就联想到它们一些比较专业的产品 例如是Alpha的相机 为这部手机增添一些专业的味道 你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它专业了呢 那就见仁见识了 在外观上Xperia 1 II 仍然保留着Sony一贯的日系设计 就是一个比较简约 比较低调的设计风格 在用色方面比上年更低调 这部紫色版本不再像上年那样强硬 而是用了一个比较暗淡的紫色 可能是想迎合它们今年这部Mk II专业的形象 在机身轮廓来说 其实大致上和上年是相似的 不过今年的玻璃和金属的摺位 就没有上年那么圆滑 今年Mk II 用了一个比较多直线的设计 整部机看上来就比上年更加之方正 所以在手感上其实有几明显的分别 到机身前面 大家看到Sony仍然未有采用一个全屏设计 所以都会看到有一个比较大面积的额头和下巴 不过这种设计就容许Sony继续保留一个双前置式喇叭在前面 双前式喇叭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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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其实这个设计是有好有坏的 其余硬件方面 Xperia 1 II 机身前后就采用了Grill Glass 6 侧边仍然有指纹解锁器和独立的翻门件 有一个挺惊喜的改动 就是Sony今年竟然将一个3.5mm headphone jack 加到这部机身上 我想是第一次我们看到有手机 失而复得的有一个3.5mm jack 最后作为一部Sony旗舰机 当然有IP668防水防尘认证 接着说说相机方面 Xperia 1 II 和上一代一样 都是用了一个三镜头组合 融合了size的光光技术 还用了size的coaching 三个镜头都是出1200万像素的照片 一个16mm的超广光镜头 一个24mm的主摄镜头 一个70mm的软摄镜头 最底还有一个3D time of flight sensor 主要是帮助部机在低光环境下做对焦 Sony就说这部Xperia 1 II 是与Alpha相机专业人员共同开发的 吹道很大又很无铃两可 到底怎样呢? 简单来说就是 这部Xperia 1 II 有类似Alpha相机的对焦和连拍表现 首先这部Xperia 1 II 是全球第一部手机可以做到最高20fps 有AFAE tracking的连拍 而这个AFAE的速度还高到每秒60次 当你认为一些移动速度快的主体 例如小朋友或草闻的时候 就不用太担心会outflow 不过大家要留意 这个20fps的连拍功能 只是在24mm的主摄镜才能做到 另一个是Alpha相机的大距离功能 就是IF 眼部自动对焦 而今次这个IF 除了人眼可以用到之外 动物都可以用到 用上Sony相机的摄影师 对于这个功能都不会陌生 这个功能在拍人像或拍狗仔的时候 基本上是出了cheat 我自己是很期待在这部相机实测一下这个功能 除了硬件方面 Sony今次在软件方面也做了些功夫 令到这部Xperia Mark II 更加像一部专业相机 今次又加入了一个新的 叫Fotography Pro 它是用的是一个 和Alpha相机相似的界面 在里面你可以手动调节 对焦模式 连拍速度 白平衡 ISO 快门速度等等的setting 之后还会加入RAW的拍摄 另外上年登场的Cinematography Pro 亦都得到一些改善 今年的Cinema Pro 有更多的frame rate选择 可以最高拍到4K 60p的21比9影片 另外还加入了2K 120fps的慢动作拍摄 让大家可以拍到一些 比较有电影感的画面 Siren方面 Sony加入了Intelligent Wind Filter的功能 可以降低 因为大方而引起的雜音 这个功能可行吗 就真的要等到试过才知道 屏幕都是Xperia 1系列的重点 不过今年没有看到Sony 在屏幕方面有什么大的改进 仍然都在用6.5寸21比9的4K OLED屏幕 上年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会觉得很新奇很有趣 但今年第二次看到 老实说 新鲜感真的没有上年那么大 不是说它不要 是纯粹觉得它没什么惊喜 不过仍要赞一赞Sony的Creator Mode 开了Creator Mode之后的Xperia 1 II 是我见过屏幕色水最自然的手机 规格方面 这部Xperia 1 II 是Sony第一部支援5G的手机 不过它只支援16的5G 有跟开5G发展朋友 就可以留意一下 Xperia 1 II 就用Qualcomm Snapdragon 865 SoC 8G RAM 256G UFS Storage 規格方面 都是2020年旗艦级的standard 大家对上年Xperia 1 其中一个最大的批评 就是它的电池较小 今年的M2 Sony就将电池加大到4000mAh 和终于终于 有无线充电 太棒了 好了 今次的Handsong就到这里了 如果想知道这部机的实际使用体验 就记得留意着Unwired的图文评测 最后你对这部机有什么意见 都欢迎你 在下面留言说下 还有记得Like Share你的影片 SubscribeUnwired的Channel 我是Anson 我们下次见